Hello Soho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玉岩 我其实分享给大家的一种方式 就是每一次每一个月的我自己的cover 就是我觉得唱起来比较适合我的 然后我也觉得好听的 我就会通过cover的方式把它发在平台上面 然后让大家可以听到 最近可能比较喜欢听那种比较喜庆的歌 因为快过新年了 除了在舞台上有趣 其实其他的事情都是在不停的工作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去事 就是你从 可能我是从北京或者从哪个城市 大多数是从北京 然后飞到那个城市以后 我就意识到死亡形成要开始了 要开始轮轮转 要开始不睡觉了 我觉得每一次可能就是身体会习惯性的调节 成那个死亡形成的状态 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有趣的事情吧 我觉得肯定是有变化的 首先因为我的专业肯定是先唱歌再跳舞 这个是我自己所认为的 首先如果先从唱歌方面来讲 发声位置的转变会更多了 然后音色变换的也会更多 当然感情还是没变啊 技巧方面可能是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会学习不同的这种方式吧 然后从感情方面的话 可能因为随着人的长大嘛 情感会越来越丰富 经历也会越来越丰富 那肯定唱歌的时候想的也会不一样 舞蹈的话就是跳的越多 越来越好 我觉得很难找到此语去形容我 但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肯定是有野心有勇气不思心 不达目的不把修 可能就是我吧